在日本这个国家,你能见到许多新奇的事物,五花八门的建筑引人注目,甚至连他们的公共厕所都是经过专门打造的,并且在公共厕所里能看到许多的高科技,比如可以加热的座圈,温水清洗的智能马桶盖,甚至还有掩盖如厕声的音乐声,这一切都可以当作日本引以为傲的款待文化的象征。 进入主题之前,新来的朋友记得给我点击关注,既能查看往期视频,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分享。 就在2020年的夏天,日本又推出了一款新奇的公共厕所,这些厕所位于公园中,人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,外表是彩色的透明玻璃,此时你心中是不是充满大大的疑问,透明玻璃的厕所如何使用呢? 全透明的设计在使用时,不就被外面的人们一览无余了吗?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呢? 足以说明这一设计一经推出,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 设计师利用彩色玻璃结合传统的折纸元素,形成了特殊的厕所风景区,这款厕所并没有人们一开始担心的隐私问题。 在进入厕所的时候,人们繁琐的一瞬间,原本透明的玻璃就变成了雾面磨砂状,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厕所里面的人,里面的人也看不到外面,这样便能有效地保护人们的隐私。 当厕所使用完毕,打开厕所门的一刻,磨砂玻璃就会瞬间变成透明的玻璃。 据了解,这一设计是为了保护人们的自身安全,一览无余的厕所内部可以充分保护女性的安全,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。 另一方面,设计者想要改变人们对厕所的认知,摆脱以往厕所脏乱差的印象,那么是什么样的原理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呢? 据了解,玻璃隔板中有一种特殊的晶体,而这种晶体可以接受到电流的操作。 当人们繁琐的一瞬间,电流就会调整晶体,阻挡阳光的进入,也就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雾面。 相反,人们开门的时候晶体再次被调节,光线进入,便可以产生透明的效果。 夜幕降临,原本的公共厕所变成了公园中的一盏灯,来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。 但是,也有人提出了疑问,厕所在人们看来是比较隐晦的话题,这种明显的公共厕所放在公共场所下不太好。 甚至还有人担心,如果厕所发生故障的话,在人们如厕时,厕所会不会变透明,从而引起尴尬。 设计师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,如果厕所在使用过程中断电,玻璃会一直保持磨砂的状态,不会因为断电变得透明,所以这一设计还是十分人性化的。 而这个厕所还有更多人性化的设计,本身厕所分为三个区域,在原本的男性女性厕所上增加了一个特殊空间的厕所,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好的帮助,并且这一空间的舒适度也更加舒适。 如果有一个带孩子的妈妈来上厕所,可以非常方便地照顾婴儿,因为在这个空间设置了专门的婴儿座椅,换衣台,甚至还有各种不同高度的扶手。 这些细节都足以体现日本公厕人性化的处理。 不可否认的是,人们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去使用公共厕所,而日本的这一设计更是对公共艺术的一轮新的突破,改变人们对传统厕所的认知,并且传递日本的本土文化,甚至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公厕刻板的印象。 东京透明公厕的出现,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可能性。 对于新式公共厕所的出现,直观感受还是不错的。 当然,这些新奇的厕所也在经历着时间的考验。 除了新奇的设计以外,人们更加注重厕所的舒适度及清洁能力,而这些都会一点点地改进,为人们提供最佳的感受。 那么,如果你的身边出现这种透明的公共厕所,你会选择接受吗? 好了,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里了。 记得点赞支持,转发评论。 要是觉得我讲得不错,记得关注我,以便看到更精彩的内容。